是跟疫苗有关 疫情中心呢 也架了一个招募平台 要募集能够为国产 和疫苗进行人体试验的志愿者 那么目标是募集到两万人 不到一天的时间 在今天上午十点半钟 已经超过了一万人来进行登记 那么限制手机版啊 登记网页还一度登不了呢 看来大家是非常的热血要参与 那么参加人体试验 每个人最高可以领一万八千块的补助 不过啊得跑六趟医院 这也是不容易 指挥中心架设招募平台 募集两万人参与武汉肺炎疫苗人体试验 十一号宣布十二号上午十点三十八分 已经破万人登记受试 超过目标一半 甚至手机网页版一度登入不了 登记踊跃 指挥官陈时中也表态 我也很乐意 不过这里面我请法规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毕竟我是人体试验计划的一个主板单位 你让我轻松不要转 疫苗人体试验 慢性病患者 免疫功能低下 进一个月内做大手术或癌症患者 都不建议参与 而受试的人 每次到医院通常可拿两千到三千元 营养费和车马费 全程约往返医院四到六趟 推算每人最多能领到一万八千元 有医师透露 像真剂 因为侵入性治疗和标靶药物 免疫抑制剂因影响免疫系统 人体试验补助通常较高两到三万都有停过 三高药物看副作用影响程度一万到一万五都有 有国家出面 让有医院的民众集中在一起 那这样子可以减短我们收集志愿者的这个时间 可以让这个实验比较快进行 不过在网路上却也出现网友私下招募受试者 宣称替高端疫苗招募 有人和台大医院有渊源 还说受试者能领酬劳一万多元 高端出面驳斥 我想这个跟我们公司是完全无关 可能热心人士或者是这个坊间的 这个可能要让他能够在这个网路上更受到注意吧 我想大概是这个因素比较多 强调不会藉由网路招募受试者 时候网路文章也移除 实验署说第二期做到三千五百人以上 安全性有效性没问题 会紧急核准授权上市 最快明年六月底就能达到疫苗